词曲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 Kenneth Chu 来自ABCD Technology 那今天我会教大家如何设置自己的工作状态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Work Status 那Work Status在哪里呢 就是你要先Log in你的Link Talk 过后你看到吗 最上面左边这一边 有一个Working的 我们点击这里进去 再按这边 看到吗 这边有很多Work Status 我们可以选 so比如说你是有申请Live了 你的Status基本上系统会自动Auto 帮你Sync的 With Meeting, Travel Approval,有Live 这些全部呢 它会自动帮你Sync去那一个状态 那如果哪一些是没有Sync去的状态 比如说On Break这些 那你可以用Current的这个Template 或者是你可以Customize一个Reply的Content Auto Reply 所以现在呢我会Show给大家看 比如说我今天是休息 在睡的话呢 看到吗 Now I am rest 我们可以去Set一些的东西在里面 OK 我再Show都给大家看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Edited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我会迟回复 你可以联系谁谁谁谁谁 那这怎样去做到这一块呢 OK 现在我会直接Show给大家看 那首先第一点啊 我们就选其中一个 譬如说这个Rest的啊 我们就做一个Customize的 Reply Content so在这里呢 你可以Kin500个Character 就是打500个字在里面 然后你再Tag你的同事们啊 就可以了 so比如说在这一边呢 OK我们再看回去 这个Status是Rest的 OK 那这边呢我们可以Sare Please Contact My Colleague As Per Below 类似这样子 OK 那过后 我是放个猫号 我Enter下来呢 我就按 我就给Tag了 比如说我给Tag我的同事 Misrunk进去 我按Save 啊 这样子 当我选择这个状态 Apply的时候呢 啊 他们会收到的Auto Reply 就是请联系我的同事啊 这个人啊 他们人可以点击进去 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现在我Apply了过后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按Misrunk OK 他们怎样收到这个Message呢 就会可以点击这个Misrunk 啊 联系他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Mis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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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runk